5月17日,华人女婿,共和党夏伯乐参议员将出马竞选洛杉矶县县政委员,在洛杉矶举行了竞选筹款参会。 会上有政商界名人、桥界领袖、各方代表、各县市市长议员等400多人出席了筹款参会。 国会议员Royce专程道会为夏勒博助选加油打气。 I want to thank all my friends out here tonight, supporting us for my run for LA County Supervisor. It takes a lot of friends to run for a position that represents 2 million people. And, you know, we've built followers along the way and supporters, and just want to really appreciate the people that have put their confidence in me and are attending here tonight at our event. 参议员夏勒博的夫人何美媒也一直全力支持她的竞选活动。 参会上,她们夫妇二人共同站台,向来宾以及支持她们的朋友表示感谢。 但去年因为有SCA5加州第5号修行案的这个法案出现以后呢,才很多事情才浮出水面来。 大家回去看一下才知道这么多年以来,这个十几年以来,或是更长的时间, Senator Hub在后面默默地替我们社区做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回答您的问题,Yes,Senator Hub会继续地替我们华人社区以及整个的社区谋求福利。 参议员夏勒博不但为加州居民服务,也为争取华裔居民的权益而奔走呼吁。 所以她也得到了很多华裔民众的支持及慷慨解释。 Senator Hub是华人女婿,她的夫人是我们的华人。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了很多华人朋友,包括我自己,我们大家都来支持她, 希望她能够竞选成功2016年的洛杉矶县军委员。 参议员夏勒博,Senator Bob Hub对所有出席筹款参会的支持者表示感谢, 并承诺以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全力为洛杉矶县建设一个光明的未来。 全球新闻,美国洛杉矶报道。